宇求求后代资赢有新的工作了 正式获聘为无人所大使 总统赖清德亲自颁发聘书 小代表示希望透过在球场上的拼劲和精神 让大家看见台湾 其他一同获聘的还包括了 前述发部长唐凤 台湾第一位棒球女裁判刘伯军等各级人士 赖总统也期盼大使们协助政府 持续的推展国际事务 从总统赖清德手中接下聘书 宇求求后代资赢难得没穿球衣 以帅气西装打扮亮相 正式获聘为无人所大使 小代年仅30岁 更是台湾史上最年轻的无人所大使 不止有了新工作 超狂精力也再加一 可能就是我平常在做的事情 看到我在场上的拼劲 把这个力量应该说传达给大家 那未来就是不管我还会不会在运动场上 传达给下一代 或者是继续培育他们 让就是台湾的育力可以越来越好 除了打球为国争光 代资赢也感性表示 希望透过自己的力量 让世界看见台湾 而这回一共有10名新人大使 赖总统也亲自给予勉励 感谢各位先进接受我的邀请 担任国政咨询 以及协助推展对外关系的重要职务 为国家发展与人民的幸福一起来打拼 延来一届宗教体育到企业界优秀人才 包含签述发布长唐凤 台湾第一位棒球女裁判刘伯军 都将协助台湾跟世界接轨 各位先进都是各领域重要的意见领袖 秉持国家优先的精神 贡献智慧与经验给国家 相信有各位的建言跟相助 将为国阵推动带来一大助力 让台湾继续稳健前行 多了无人所大使身份 肩负更多责任 代表台湾以多元形式拼外交 接着台北综合报道